南韩人气女团Ali Seraphim 近日登美国年度大型音乐节柯切拉 火辣唱跳近40分钟 成员们各个激情似火 却没想到事后遭到了唱功质疑 更有成员破音走调声如水牛遭大批网民批评 此事发酵后引发了全网怀旧热潮 BP AESPA当初登台柯切拉的视频热度再次飙升 不少人直言 虽然当初AESPA选歌不太合适 台风欠佳也被骂过 但是四个人唱功在线特别是宁宁贡献了完美的演出 Blackpink更不用说 开卖状态下连唱18首歌 状态拉满几度掀起全场高潮 有网友辣评 韩语一直都只有三大家 YG重声乐和Rap SM重颜值和声乐 JYP重唱跳 Hi却只知道玩概念包装 虽然捧一个火一个 但是根本经不住大场面 成员们更可怜 如果Hi再不注重他们的实力打磨 他们注定都昙花一现 对此 Alice Irifem的成员小樱花恭喜笑两 昨日15日 透过官方社交平台用日文发文 分享在柯切拉演出的感想 从准备到演出当日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站上舞台到底是什么呢 是要展现完美的面貌 还是要令观众们觉得快乐 或者是不允许有任何失误的表演 每个人的标准应该都不一样 我只想不认识我们的人 还有第一次听我们歌曲的人享受 让他们觉得今天是无法忘怀 非常帅气的一天 我希望将这份决心传达给大家 也因为这样我们能够完成最棒的演出 他更指出 Alice Irifem出道不足两年 只举行过一次巡演 成员为了柯切拉的演出 花了真心和努力去准备 海言可能有人觉得他们的表现有见成熟 但世界上没有人是完美的 他坚信 这次是他们至今最棒的演出 不过他的发言令部分网友更反感了 直言不要没有实力的自己还找借口 这么好的资源应该给实力更好的人云云